下個星期就是五日坐 為了照顧業稅民眾 先進團體在六天上公訴 提早發紅這個肉粽以及生物物資 希望讓284個的業稅家庭 以及計收日後可以提早過節 也要感受到社會溫暖 肉片市場最近高額低價所 台幼地1,700隻左右 平均每百公斤高額價值 台幼地6,800至7,000塊的價值 市場因素表示 因為後日坐來高 中華肉片市場在豬肉共用維持穩定 民眾不需要歡樂 沒有豬肉購買政行 那今年度應該每百公斤 會到來到6,800或6,900左右 那這個是因為 這個豬肉的需求的一個因素 也是一個節儉的一個反應因素 隨著市場的需求 在小孩下禮以前過後兩年 地價的市場可以說是很平穩 沒有親像兩年前 地價借金來到8,000塊以上的關係 未來地價的市場人數這次 只要沒有什麼重大疑情 在這完畢後 平穩的共用以後 地價應該沒有很大的普通空間 大將新聞綜合報道